那你可以加上去的 有很多按部就班 一個是層積層清除 然後層積多重 這個是格式加上去 可是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清除的話 你會發現它只會清除資料 並不會清除格式 清除格式跟清除資料是兩回事 所以你要怎麼讓它恢復 特別注意 清除顏色跟清除格式 其實也是我是把上面的東西拿來改 那有哪一些要點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層積多重 那你直接Ctrl-C Ctrl-V 那一下來改 那改哪些 第一個清除裡面的資料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清除資料的話 就把裡面的資料後面補一個什麼 補一個空置串 這個應該沒問題 比較會有問題的是 清除它的那個字的顏色 那其實第一個 如果我要清除整個 特別是要 這個清除不完整對不對 本來這樣 清除全部 比較正確的應該是像這樣子 讓它恢復 不過這個恢復 你可能要分成4個 ABCD 4個不同的做法 那首先第一個是清除什麼 清除那個字的顏色 清除字的顏色怎麼清 其實後來我試過 我本來是把Color改成XlNum XlNum 就是沒有顏色 不過後來發現 我把它改成XlNum 之後 它的字的顏色變成灰色 反而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字的顏色 本來本來應該是什麼顏色呢 黑色 所以如果你要把顏色改回來的話 比較正確的做法 應該是把那個Fone的Color 改成黑色 那黑色就全部都0了 那白色的話剛好顛倒 全部都是惡物 黑跟白 黑是全部0 白是全部惡物 OK 所以我就把這個顏色 字的顏色 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特別需要 這個清除的話 記得就是把它改成黑色 它就會把字改回原來黑色 這樣的話就恢復正確了 第二個的話底色 底色要怎麼讓它恢復 特別是Intel的Color 我之前是什麼 我把它改成白色 這個地方我本來用RGB 255 2525 可是後來同學 其實我那時候改完之後 我自己也覺得好像也OK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去注意 後來就有同學說 老師好像有點怪怪的 哪裡怪怪的呢 其實我可以demo給各位看一下 後來他就說這樣子 其實我後來是這樣 清除格式 你會發現白色有沒有 是塞了一個白色上去沒有問題 可是其實我也沒有特別仔細看 我覺得這樣也OK啊 可是同學說老師 這裡好像少了什麼顏色 有沒有那個線不見了 不過說真的啦 你這樣印出去也不影響 因為這個灰色的線 其實只是參考線 它不是實際上列印出去的線 所以當然 當然不過同學比較吹毛求疵 那我就好想說 那我就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後來我發現 不要把它填 因為直覺是填白色啦 可是如果比較正確的做法 就是填一個什麼 Excel Excel的那個常數名稱的開頭 一定是沒有 沒有的話呢 就是給它一個NUM就可以了 Excel NUM 那意思就是說怎麼樣 把它的底色清掉 變成完全沒有顏色 不是白色 白色不等於沒有顏色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你會發現 我再做一次 這個框框它就恢復了 所以比較標準的做法 就是Excel NUM 當然補一個白色 好像也可以啦 可是畢竟還是有那麼一點小瑕疵 所以這個地方跟各位說明 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你要怎麼樣 把那個框線 這個是boulder boulders.color 那如果你要清楚的話 它又不一樣 我之前本來是試什麼 試那個用 可能跟這個一樣 沒有加index 我試一下 其實我那時候試一下 清楚 其實我乍看之下 我也覺得好像OK 可是就有同學會跟我講說 老師這個好像顏色怪怪的 不過我可能對顏色沒有那麼敏感 沒有啊 很OK啊 他說顏色好像變成淺藍色 仔細一下 對 淺藍色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所以後來我的試 我也找了很多網路上 後來發現好像沒有答案 後來好像找官方的吧 官方裡面的那個說明檔裡面 他好像講到說要用index 所以我是把boulder加一個index index指的是索引值 可是我也實在是不太 這個有時候 官方說法就是按F1 有沒有 如果你這邊前面加一個F1 它會跳出內容 就是這個說明 你按個說明 它會幫你 告訴你說boulder是物件啊 裡面有什麼 不過是官方的說明檔 它的好處是第一手資料 但是它的缺點是它是翻譯的 所以翻譯的話 裡面有一些你會看半天 每個字都看得懂 但是串在一起 你可能還是看不太懂 有時候其實只能夠 不要太說牛角尖的看 就是叫不求聖結 不求聖結 你可能比較容易看得懂 然後其實因為它包含四條線 這應該沒問題啦 然後我就稍微找一下 底下有些參考等等 這邊還有其他的相關的項目 然後我裡面後來就找到colorindex 然後把它點進去 然後它告訴我說 這個colorindex裡面呢 你可以用什麼 可以用一個xlnone進來 反正裡面有一些相關說明 不過還是要找一下 第一手資料 那我就把它改成colorindex 本來有這個效果對不對 我再試一下 按下去 這個框框就正常了 我應該可以理解啦 所以第三種 框線如何刪除 第四種的話 就是把那個boulder 就是初體 本來是等於true 那你把它改成等於false 它就恢復了 顏色的話呢 那跟剛剛是一樣的 所以把它改回什麼 改回黑色 所以第一的話 基本上就是也是一樣 先把color改成就是零零 就是都黑的 然後boulder這個本來是true 改成false 那基本上就完成了 如果剛剛你全部都 比如說抵色 不小心剛剛有同學 是全部都變成 像什麼 抵色這邊 因為剛剛忘了加這個 那不小心執行下去之後會怎麼樣 變這樣 全部 那怎麼辦呢 加就怎麼取消 就這個 你乾脆就 把這個怎麼樣 delese 掉 有沒有 然後就再按一下 全部清除了 OK 因為全部加 你就全部清就好了 OK啦 試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這邊的話 順便再補充一下 就是會有四種ABCD的那種 加上去的方法 但是它四種方法 移除掉的方法又不一樣 OK 那這個四種方法 其實坊間的書籍講的也不是說很完整 那我是用各種方式的 反正就是把這個答案給找到 那並不會非常的困難 但是很實用 這些東西 將來如果你懂得套用 我想大部分這四個格式 在一般性的需求我想也夠用了 OK 那請各位把這個怎麼加 然後怎麼移除 那參考的部分呢 在雲端上也有 所以請各位就是在雲端上面那個 就是成績多重顏色 然後成績多重清除 把它架一下 把它那個再針對那個剛剛的部分 再做一些練習